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前一段时间在M1的Air和Pro首发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期首发视频 把Air和Pro还有M1芯片的一些各方面体验 好好跟大家聊了一下 其实那期视频已经是非常细节了 有很多测试 大家可以去看一眼 但是发布了之后 很多人说 这M1是不是直接封神了 它的日常体验如何 还有就是一些细节的软件 一些具体的一些特别的操作 怎么样 有很多人给我们留了很多言 那么这期就是我们M1体验的第二期 我们再来聊一些 之前我们没有填到的 上期的结尾我们提到了 这次最值得购买的是Air 那么这期我们就以它为主角 来对比一下新Air和老Air的区别 再好好讲一讲M1芯片 依然还是两台最新的M1芯片的电脑 由于我们工作是大多为2018款的MyBook 这有一台搭载i513寸的MyBookAir是2019款 所以我们主要用它来和新Air做一下对比 给大家一个参考 系统精为最新版的Big Sur 在上一期M1芯片性能实测的视频中 我们详细体验了M1的理论性能 包括各种跑分 还有硬盘的读取速度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去翻看 这期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吃完一方面 我们用新Air Reseta转译过的Office三件套 新老Air体验几乎相同 WPS还专门推出了 针对M1芯片的Mac优化版 启动速度要更快 这些办公软件在码字排版等操作中 都没有什么问题 有相关需求的小伙伴不用担心 功能性上相差无几 常用的几款字幕特效插件 都能够正常运行 在同时使用多条轨道播放的时候 老Air开始有些力不从心 有些明显卡顿 而且风扇疯狂的转 新Air依然非常流畅 视频的导出时间也要更懂 另外一款软件达芬奇中 它目前更新了 专为M1芯片优化适配过的 17BETA测试版 我们在导入调色导出等 运行过程中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对比19款的Air 以1080P格式 同时导出相同的4K视频 新Air总共耗时2分54秒 老Air耗时8分05秒 4K格式下的导出差距就更为离谱了 新Air只用了3分53秒 而老款Air足足用了20分30秒 导得万不说 风扇还狂转 这可以说是两个时代的产物也不为过 导出过程中 快速滑动下方的时间线 老Air卡成PPT 新Air丝滑流畅 这些适配够的肯定非常好 没有完全适配的应用 转移之后体验起来的差距 和X86也区别不大 而且在我们的使用过程中 打开软件的响应速度还要更快一些 比如Adobe的AE、PS、PR这些软件 使用AE制作添加几层特效 再去拖动涂层 就会明显感觉不太跟手了 而新Air通过转移的方式运行之后 反而会更加流畅一些 再比如很简单的 在PS中浏览你的字体 鼠标挪动到字体库中快速浏览 老Air反应总是要慢一拍 除此之外 M1新片的Air能在顺便模式下更快地唤醒 调整屏幕的比例不及 19款的Air会出现短暂黑屏 新Air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及时响应 在仿达中按空格预览4K的视频 新Air几乎可以做到秒开 而19款的Air会出现卡顿 短暂白屏的情况 如果打开苹果自家 已经适配过M1新片的软件 比如Pages、Numbers 几乎能够做到和iPad一样 轻点即开 两者之间在系统自身的流畅度 还有软件的体验上 都能非常明显地体验出来差距 虽然理论上讲 转移后的软件会使性能打一部分折扣 但是得于这次M1强大的算力 还有转移软件的流畅度 用户的体验不降反升 从打开软件耗时 以及软件内的即时操作 还有导出大容量的文件上面 这个效率上都有提升 如果要是专门适配过 不需要进行转移的话 那这效果可能更好 我们在这段时间体验之中 测试的这些产用软件 没有碰到什么不可用的情况 我倒闭全家桶的 我们工作室用到的这五六款 是全部都支持的 我们没有一个一个进行室 常用的这些社交软件 QQ微信这些用起来 都和原生没有任何区别 现阶段而言 作为一款视频渗软率工具的话 起码我们工作室的这些片子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108MP60帧 就可以随便捡了 甚至你还可以用它来流畅的大游戏 暴血的Mobile游戏风暴英雄 极高画质下 19款的Air大概只有2-30帧左右 刚进入游戏风扇就开始狂转 而新款的Air50帧左右 而且没有明显发热 谁都知道这一代续航能力很强 但它究竟表现如何 我们这次就较真 来了一次测到死 首先是视频方面 新Air和新Pro都开启一半的亮度 一半的音量 关闭源才显示 连续播放三小时在线B站1080P视频 和四个小时的腾讯视频 在线1080P总共7个小时 Pro版这边总共耗电49% Air总共耗电58% 我们测试续航的小伙伴都说 来公司啥也没干 看了一天视频就快下班了 为了更快的消满电量 同时也为了看它的发热表现 我们用Air剩余的42%的电量 用达芬奇不停以H2641080P的视频 重复输出相同的视频 直到煤电一共坚持了95分钟 而老款Air从42%的电量输出到煤电 共坚持了62分钟 比M1芯片的新Air少了33分钟 从满电输出到煤电 老Air总共坚持了138分钟 而新Air 换算下来 如果从100%的电量 一直输出到煤电的话 大概输出能接近4个小时 这还是时刻保持亮屏的情况 当然应该也没有人会这么做 我们花了将近10个小时 给大家做这个测试 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总体而言 这一代的MacBook续航 可以用4个再来形容 又是不讲5的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 真的花了好长时间 点赞三连一下 温度方面 在不停输出视频的情况下 我们用测温枪分别在电量处于20% 10% 刚刚关机这三个节点进行测温 温度始终都在43度左右 这个表现可以说相当不错了 因为在第一次测温之前 我们就已经连续输出视频 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发热量低 没有什么噪音 续航也很长 这个性能的体验也是大幅上升 还不用担心软件无法运行 甚至你可以在MacBook上 直接点外卖 是的 我们真点了一单 一线上去下 你不再需要视角 从电脑的屏幕再转换到手机上 这也是平台互通带来的好处之一 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 有很多MacOS或者iOS上的软件 你在MacBook上的商店是搜不到的 就是它并没有进行适配 这个适配肯定还会再需要一段时间 有些小伙伴比较担心 新的芯片 大家在Mac可能会不太成熟 这个不太成熟 在硬件方面 在我们体验过程中 是没有啥问题的 你需要了解的就是 你个人常用的那些软件 在新的M1上的知识情况 如果不知识的话 其实转移的话也是OK的 但是还是希望你去了解一下微妙 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 用什么各种刁钻的小软件 如果不是特别特别专业的工作者的话 这Air这次其实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当然 像这种价格比较贵的电子产品 我个人还是建议在正品有保障 口碑良好 服务非常齐全的京东商城上进行购买 而且目前京东也在做Mac相关的购机优惠活动 比如说你拿着电子设备可以以旧换新 最高补贴到了3000元 不管是电脑手机还是相机都可以 也不一定需要是苹果的 但是如果你回收的是Apple本品牌的产品 比如说老款的iPhone 老款的Mac或者iPad之类的一旧换新补贴之外 还有100元的京东e卡 换新门槛也更低 还有京东30加365加365的保障 对于经常带着Mac外出的用户来说 日后的使用风险要更小 这个30天的无忧适用值得特别说一下 前面我们也说到了 很多小伙伴并不是特别了解 对着新一代的Mac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也不知道自己的软件兼容情况怎么样 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反悔了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按照30天的无忧适用去退货了 不会花冤枉钱 从购机使用到售后换新等等等等 那个京东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服务流程 最大程度保证了用户的日常使用 杜绝中途遇到的各种问题而耽误了时间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流程 放心换Mac新品逛京东 全程给你更无忧的服务保障 而且现在下载最快一个小时 就可以拿到最新款的Mac了 可能是目前全网最值最省心的新款Mac购买区的 OK 本期视频我们就全部跟大家聊到这了 更多内容和精彩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B站 新浪Ruber和微信网上 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 不关键点点小白测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